哈喽 大家欢迎收看地上无球 应该90分钟1比1战平瑞士点球晋级到下一轮 我准确预测了1比1的比分 应该瑞士比分1比1 跟葡萄牙一样 我没有预测正确点球 我觉得这个情谊之中的点球大战本身就是50%对50% 说错了 很正常 但是常规时间90分钟可能对于概率学来说是50% 但是对于我李老爸来说 那就是90% 只要我认真去分析 那么90分钟 我就是要比50%的概率学要高那么百分之几十 1比1再次预测正确 再次我看一个比较搞笑的评论 给大家分享一下 说瑞士的索莫 主要任务是狙击英格兰 次要任务是挡住摄像机 好 那么挨着考打英格兰每一个人 本场比赛 萨卡是进了一个球 我之前赛前我跟王主席连迈 我们讨论了整个英格兰 我就发表了观点 萨卡是整个英格兰唯一一个有攻击的 我看之前很多比赛一堆人说萨卡不行 包括一些职业球员 退役教练 都在说萨卡不行 萨卡是英格兰唯一的希望 知道为什么吗 所有的太子 前场这四个人 你萨卡还换下去 萨卡没有战术地位 应该就没人突破了 戴宇哥会突破吗 不会 凯尔会突破吗 不会 福德会突破吗 福德连查德斯过人都没有 这整个前场只有萨卡会过人 两个编户位 凯尔沃克很少压上去 几乎不上去 特里皮尔同样也一样 整个英格兰11个人就指望着萨卡过人了 居然还有很多人说萨卡替得不好 萨卡是英格兰唯一的希望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次英格兰替得不好 英格兰以往的战术 不管是上届世界杯 上届欧洲杯 英格兰只有一个战术 两个金融核心 英格兰是双核 一个核心是坦恩 另外一个核心 萨卡或者是斯特林 还不是以往 整个英格兰的足球文化 进攻就是双核 一告一告一告 凯尔以前是什么克劳奇 赫斯基 鲁尼 欧文 但是英格兰这次大赛摒弃了他的足球文化 我没接触上届欧洲杯英格兰 欧洲杯亚军 凯尔加萨卡 这两个人贡献了英格兰大部分的进球和威胁 再往上届世界杯是凯尔加斯特林 英格兰整个足球文化 他在进攻中的球权和战术地位 都是一高一快 但这些大赛完全变了 太子太多了 所以萨卡 英格兰的重要程度是五星 哪怕萨卡今天没有进球 他也是五个星的重要程度 为什么呢 只有他有出货 别人没有 OK 那么激动人性的来了 林黛玉 被林黛玉 这他比他听得怎么样呢 上半场假摔 照对面一个狂牌 很多黄马球迷狡辩 爱摔的不是他的性格卑劣 而是他肩上有伤 对手要反驳 这本场比较很明显 就别人碰的是他的大腿 他倒立的时候抱着的是脚踝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 对方都没有碰到他的脸 他硬实这样摸他的脸 摸了三十秒 半分钟都在摸他的脸 这是背上有伤吗 另外还有一个最经典的镜头 戴玉哥在球场草皮上 整整睡了二十二秒 整整睡了二十二秒 睡过了一个来回进攻 实在没能理他 他在爬起来的 所以贝林黛玉假摔这个问题 我是在三月份 欧冠比赛我就指出来了 因为西甲联赛我是不看的 我只看欧冠比赛 我三月份就指出来 它是个贝林黛玉 他假摔哥 那个时候背伤好像是没有的 这是贝林黛玉本场比较的悲烈发挥 那看了本场比赛 我更能确定贝林黛玉问题在哪里 之前英格兰没有强队 小独战的三个位手 包括上一场的斯特法克 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是替对攻的 我们互相之间的机会差不多 旗鼓相上的对手 瑞士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面对这个对手 你就能发现贝林黛玉的所有缺点 我发现了 贝林黛玉什么缺点啊 他压根不知道自己踢的是什么位置 英格兰的球迷 我只说英格兰 1NG 英格兰球迷 你们可以把这个锅甩给黄马 贝林黛玉的位置感在英格兰彻底迷失了 贝林黛玉在黄马 踢的是冒冲冲冲冲 修斯罗德里克 贝林黛玉 本身身后就有巴尔维德 卡马文家 川美尼或者是克罗斯 这后面有三个人 那贝林黛玉在多特蒙德呢 多特蒙德踢的是B2B啊 更偏向于后要的位置 英格兰呢 英格兰让他踢4 2 3 1 这个位置贝林黛玉太陌生了 他找不到球 他不知道要干嘛 他隐身的原因 我相信不是体能的原因 英格兰这五场比赛 他的跑动距离非常低 跑动距离低的原因是因为他找不到位置 他踢什么 他不知道 然后4 2 3 1 这个体系他不熟悉 他在黄马踢的是冒凤重工 在多特踢的是靠后要的位置 他压根就没踢过4 2 3 1的位置 这是贝林黛玉的问题 但是黄马目前的这种配置 以后可能也不会是4 2 3 1 所以贝林黛玉在英格兰也许会一直沉睡 应该穷米兰对他有希望 不要有希望了 怪黄马了 怪黄马 梅西踢前腰位置 跑动少 那是因为身体有问题 年纪大了 跑动距离下降 他是不缺体能的 不缺体能跑动还这么少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黛玉哥的跑动距离少 是因为他不知道我自己往哪里跑 需要他踢10号位来串联进攻的时候 他没有这个意思 我该回撤了 该去接球了 该去摘球了 该把球推到前场了 他没这个意思 因为在黄马干这个活的是巴尔韦德 这个摩德里奇 是这些人干这个活 他不需要 他没有这个位置感 这是第一 第二 防守的时候 他也是瞎跑 所以导致了寻人启事 就是个磨头苍蝇 其次 另外一点也很能反映出来 黛玉哥欧洲杯进了两个球 这两个球 什么球呢 这是进区 这个是小进区 黛玉哥这两个球进球的位置 但是黛玉哥在球场的位置 是10号位 是前腰 进了两个球 行不过 哪进了呢 小进区 前腰应该在哪里进球呢 这个区域 这是他该干的活吗 不是 这不是一个10号位前腰该干的活 他虽然进了两个球 但是他进了这两个球 全是在小进区 他前腰的本职工作 本职工作是没有做好的 而冒充中锋 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 这两个进球恰恰体现出了 他在进攻中没有位置 4231你的踢法更应该在这个区域 4231踢的最好的是谁 考虾他家 是德布劳累 德布劳累的得分区域在哪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啊 大进区周围 这是德布劳累的得分区域 所以这两个进球恰好反应他 他没有位置赶 黛玉哥不踢10号位 他有办法吗 没办法 在黄马 因为黄马没有首发中锋 所以黛玉哥可以冒充中锋 前面这有两个人 那黛玉哥不踢4231 这个阵容怎么踢 凯恩不要了吗 只要要上凯恩 他只能踢这两个位置 要我4号位 要我8号位 4号位没有位置赶 8号位没有出球 黛玉哥的出球能力 不用多说了吧 我今天跟王楚奇连麦 他说黛玉哥出球能力很好 有对抗 一场比赛对抗20多次 传球成功率也不错 我当时问他 哪个10号位一场比赛 可以对抗20多次 他有这么对抗的原因是因为 摄像头在对焦 球到他脚下 他不会传 他会先带一下 等着摄像局对焦 对好了 他才做下一个动作 正是因为在等着摄像头对焦 所以产生了对抗 就这么样一个人 你让他踢8号位 你怎么贴 8号位你不能做到干净 俐落 一脚出球 8号位也就是发牌器 黛玉哥等着摄像头对焦 他怎么发牌 别人克罗斯发牌是 8号位把牌发了 罗德里发牌 把牌发了 黛玉哥怎么发牌 对焦对好了吧 对焦对好了 太慢了 而且本身就不会具备出球能力 所以他只能踢10号位的8号位 为什么呢 英格来不会放弃感染他 不会放弃感染他 不会踢黄马的这个帽宗中宫踢吧 黛玉修斯罗德里哥 只要不踢这个帽宗中宫踢吧 那你只能踢10号位和8号位 10号位你踢不出来 8号位你也踢不出来 所以黛玉废了 本上比那南门市要换下的呢 黛玉哥的地位比教练还高 教练要换他 他教练不准换过 这确实没换 八十多路中的时候 真是要换黛玉哥的 你们自己看啊 小出去放一下 黛玉哥不坏 这次黛玉哥 黛玉哥对英格兰的重要程度 也是五颗星 萨卡五颗星的原因 是因为萨卡必须上场 黛玉哥五颗星的原因 是因为他必须下场 必须下场 他不下场 他只要踢首发 就上海球队 那么再说凯恩 凯恩的表现不好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现代足球在进化 这几年中锋的表现都不好 就没有表现好的中锋 现在比较流行踢4231 只要是4231 中锋大概一直坐牢 而凯恩的这个表现 已经是全世界 4231里面最强的了 所以我不得不为昨天的塞罗说一下 塞罗是踢得其实很好的 把4231的战术执行得非常好 就是在竞技里面吸引放手 为队友拉扯 凯恩还没有塞罗队的好 小时候你来放一下凯恩的射门数据 凯恩这场比赛的射门数据 没有上场比赛 塞罗设得多 塞罗踢中锋 面对法国队 他还能射门 这凯恩连触球都没有 知道吧 没有触球 没有触球 没有射门 知道吧 罗哥再差 面对的是法罗队 法罗队不比瑞士高级级别 你这有没有毛病 兄弟们 罗哥都还能射门 凯恩连门都射不了 触球也少 所以我正觉得现代的战术 中锋是真的很难 可能世界足坛清训体系要重新改变 新时代的这个中锋现在没有 都是旧时代的中锋 你看本次大赛 什么卢卡顾 塞罗 凯恩 一大堆都是旧时代的中锋 而现在的新足球 这个中锋 欧洲的清训系统流水线还没生产出来 所以凯恩我觉得现在的这个体系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锋也许就是这样做到的 像哈兰德 凯恩 他们这类型的中锋 包括塞罗 可能不是未来足球需要中锋的样子 新式中锋是什么中锋呢 就是最顶级的传统中锋 就是菲尔克鲁格 菲尔克鲁格当赫斯基 可能这种传统中锋 古典中锋要重回来了 古典中锋 只要不是古典中锋都是坐牢的 凯恩对这是英格兰的作用 我认为是五颗星 有中锋和没中锋是两个概念 你知道吧 凯恩虽然表现不好 但是他的经济面蹲着 跟哈兰德一样的 就是蹲着 吸引防守 时时的回撤 我觉得还是五颗星 但是凯恩的状态太差了 还不如塞罗 塞罗最起码能射不了 他门都射不了 那我再说福登 福登是最差的 福登直接下场嘛 别踢了 直接下场 直接下场 别踢了 最差的就是他 福登为什么踢得不好呢 我研究了一下 我说下我的理论 大家看一下 曼城的这帮球员 都是体系球员 他所谓的那个体系比较高档 反正我不好形容 我就这样形容吧 就像是有节奏 Rapper 曼城踢的就是Rapper足球 有节奏的足球 很明显 英格兰所有人跟他都不在一个节奏上 曼城踢的是Rapper足球 是吧 Rapper足球 要讲旋律的 要讲节奏的 福登完全是游离于英格兰所有体系以外的 没用 春提球员 福登比黛玉都还要差 英格兰真正需要的是戈登 甚至拉斯福登 我觉得都比福登有用 拉斯福都比福登有用 为什么 他没过人呀 他边弄没过人 你踢什么边弄 对不对 你曼城的这种体系求援 对于国家对来说你没用 甚至在曼城 福登在英格兰踢的是什么位置 踢的是左边对不对 甚至在曼城左边 格拉丽史和多库 他们在健康的时候都不让福登踢的是左边的 格拉丽史 南门直接不带 多库是内心的 有戈登呀 有戈登呀 英格兰指望着萨卡一个人突破 你精工不便秘谁便秘 你需要两翼齐飞 两个边都飞起来 这福登能飞吗 这不能飞 所以说你必须上戈登 但戈登的上场时间太少了 那福登把时间都吃完了 必须要有一个会突破的 福登突又突破不了 那上来干嘛不上来 没有任何意义 完全是在浪费一个人 只要上了福登 甚至上了贝林黛玉 英格兰就是九打十一 你怎么踢嘛 你九打十一啊 一下前场扫两个人 真正有用的 就只有砍人跟萨卡 这两个人都是废物 没用的 算了贝林黛玉零啊 我把它插了 贝林黛玉零 贝林黛玉零没有作用 再说赖斯 很多人吹赖斯 赖斯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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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英格兰这么弱 踢得这么差 就是赖斯 就是赖斯 赖斯是一个古代人 赖斯是古代人 赖斯踢的位置是六号 没有出球 没有推进 五点六号 真的 这个决定英格兰的上限 一个球位的上限 一定是由六号位和八号位来决定的 英格兰就没有八号位 六号位的赖斯 球都不会出 你说英格兰人多怪啊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学法国 法国也没有六号位 法国六号位也是超哥 那英格兰想要多怪 想要走得更远 就只能学法国 物贵王八正 常常比赛0比0 1比1 跟你玩点球 两个最恶心的球队 一个英格兰 一个法国 赖斯决定了英格兰的上限 因为英格兰没有八个位 首先英格兰没有八个位 六号位真的很重要 现代足球 我个人预测 罗德里金球之战 去年的金球就该给罗德里 罗德里是三冠王 加上欧国连贯军 并且曼城的三冠王 很多决定性地球都是罗德里金球 总之英格兰 六号位跟八号位 真的垃圾 没办法 赖斯决定了英格兰的上限 赖斯就是提法 英格兰永远没上限 其实我个人觉得 对林恶姆和B费 如果他们互换国籍 我觉得决赛是英格兰打头大鸭 头大鸭的六号位和八号位非常强 十号位的B费 没有钱差 没有强点 而贝林黛玉就喜欢冒足弓弓 他在瑟罗身后强点 在小禁区游历 是葡萄牙正是需要的 而且葡萄牙的六号位和八号位足够强 甚至贝尔纳多也可以串联进攻 所以说不需要贝林黛玉过多地去出球 贝林黛玉正是葡萄牙所需要的 而英格兰需要这场B费 贝林黛玉连蒙都不蒙的大哥 十二三一 然后小禁区放下德布劳勒的丢失球权 一个是B费 一个是凯文德布劳勒 这两个人丢失球权都蛮多的 丢失球权都是因为传球 但传球没想好是一种常识 我至少传了 德布劳勒跟B费的区别在哪里 德布劳勒蒙的成功率高 B费蒙的成功率低 B费蒙十脚 有两脚保底 德布劳勒蒙十脚船球 能够蒙中四个 这是区别 甚至抓得好的时候 十个船球能够蒙中七个 B费哥就存在蒙保底的 这儿带一个零 他船都不船的 他蒙的不蒙的 所以英格兰缺的就是前场 一个去蒙的人 你不管是蒙免兽 还是蒙长船 蒙舌不久 你各种蒙你就需要一个蒙哥 所以贝林黛玉连为B费 如果互换国籍 决赛就是英格兰 对葡萄牙 我累了不说了 赖斯 这是绝对英格兰上线的 哪有不会出球的溜化位 你看看罗德里 看看帕林亚 他们的出球 你再看赖斯 这赖斯是豪文水平吗 嘿